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他说即将要讲的这个观修实行的部分 那也有两种的 一种是极止 另外一种是圣观 极止是什么呢 极止呢就是定的部分 禅定的定的部分 因为禅定里面其实有很多个分析 那这里面指的是定 定是心不移动的意思 就完完全就定住你的所缘 进上面的意思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观修这个极止 我们开始观修一下可以 那身体呢就做直 然后眼睛呢就半臂 然后上前拿就放松 从头部 肩膀 慢慢地 放松 那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去感觉 去感觉身体的感觉 然后再来感觉 再来感觉 再来把注意力慢慢的转移到自己的呼吸上面 慢慢的吸 慢慢的吐 透过你的正知知道你现在在吸 现在在吐 吸的时候吸到什么程度 肚脐到了肚脐 或者是小腹 然后你的背 单单 然后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的调整 呼吸的来去 过程当中如果你的所远镜跑出了除了呼吸之外的 那脱个正知来把它拉回来放在呼吸上面 感谢观看 这个呢 就属于所谓的直观里面的直 有了这样的稳定的程度 稳定的状况当中 来去观圣观 我们的注意力不变 就是在呼吸当中 然后去想 这个呼吸是从哪里来 要去哪里 看来 游来游去 但它是上那上那的无常 第二秒钟就不见了 所以吐出去的呼吸不能够进来 进来的呼吸不能够出去 就原地上原地面 是无常的 那是观 无常 上的呼吸 它是属于原生 原灭 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和合而灭 所以 无自信 无生 实际上是无生 实际上无灭 所以 它也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子的 实实在在的存在 因此 因此 它是无我 所以这是观 无我的 禅定 好 所以 这个 观修实行 那就是有两种的 一个是旗者 一个是圣观 就是我们下面介绍那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么 圣观也有分二个 一个是观 人无我 第二个是观 法无我 那么人无我的我 跟法无我的我是指什么呢 那是真实存在的意思 那么人真实存在 法真实存在 那是人我跟法我 那么人没有真实存在 法没有真实存在 那叫做人无我跟法无我 所以通常我们我指的时候的我 跟这个里面的人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人无我的我 它不是说我这个意思 而是说我这个呢是没有的意思 我这个呢没有的 如果我这个有的话是人 我 人我 那么如果我这个没有呢 叫做无我 无人我 是这个意思的 那么法的之后指什么呢 除了我自己之外的 都叫做法 那就像 房子也好 或是大海也好 或是山也好 任何的一个外在的东西呢 都被称之为所谓的法 或者说我们 连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 连我们的这种无韵 色寿 相形式 无韵 全部都被称之为所谓的法 为什么呢 我们不会觉得色寿 我 对吧 不会觉得 我们不会觉得色是人 或者说 色是人 想是人 都不会 那么色寿 相形式 那是我所有的 我拥有的 所以它是属于法 这样子 那个色寿 相形式 没有真实存在的 那叫做法无我 由此两者说明了 外空内空两者皆空 那么外空呢 就是外在的意思 比方说色 生 香 味 处 法 外流 处 或者外六界 内 这倒是 颜色 是必须到 意识 内六界 那么中间的 上颜耳鼻血 生意 那是属于 这个 内外两者 因为呢 这个眼睛来讲 对我来说是 我的眼睛呢 是内 对你们来说 我的眼睛是外 因为你们可以看得到它的 所以呢 内外 所以这个十二处 不是 十六界 那是外 内 两者界 那空 因为呢 人无我 法无我 就涵盖了 这全部的全部 为了必须断除 对二无 二 无我的 十值 那所以呢 官修 两者界 所谓的两者界呢 就 人法 无自信 应该说 人无我 跟法无我的意思 那 这个呢 就是说 那 人 是无我 法无我 那么 到底是 真的有一个叫做 人无我 跟法无我吗 如果有 那也是一种 直觉 我们直觉 无我 也是一个直觉 那么这个是 所谓的 对于空性的直觉 因为人无我 那我们就有一个 深信 人无我 深信 法无我 那就是 增加了一种直觉 你虽然灭了 我直 但是呢 你有另外一种直觉 就是说 无我的直觉 那么这也是 必须要断除的 因为对于空性的 直觉 也是一种很 很难以去去除的 一种直觉 因为呢 我直 有空性 来去断除 那么 空性的直觉 有什么 来断除 就很难以断除 没有 好像没有另外的 这个对峙力的感觉 就像 我们 肚子里面 有一些病毒 然后吃了一种泄药 那么透过这个泄药 把它泄出 肚子里面的一些病毒 但是泄药本身 一定要一起泄出来 要不然你 留在这个肚子里面的话 就没有其他的药 能够可以治疗的意思 同样的 我们要断除 人我跟反我的过程当中 也要断除 对于人无我的执着 跟对于法无我的执着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 将来会说明 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已经说明了 空性 及空性的道理 也说空空的意思 外空 内空 两者皆空 空空 OK 这个 空性也是空性的 这在中国里面说了 如果有一个我的存在 那么我就否定了这个我 那就可以建立一个无我 但是我没有可以否定到我的存在的时候 我就没有否定我 那没有否定我 我怎么能够成立一个无我呢 道理就是在这里的 所以呢 没有不空 就不会有空的 因为空跟不空是相对性的 关修此四种的空性当中 设受了一切 关修了知空性的见点 所以虽然表达空性的时候 就有很多个空性 但是呢 所有的空性 都可以包含在这个 所谓的四种的空性当中 就裂空外空等等的四种的空性当中 关修前三个空性 则是断除对有法上的争议 什么叫做有法 那有法的相对的那是法性 有法和法性是相对的 有法指的是 比方说我们说 色受想形式 上面建立一个空性 色即是空 等等的 来去建立一个空性 那么这个拿出来的色受想形式呢 叫做有法 然后那个上面建立的空性呢 叫做法性 所以他这个里面说了 内空外空 然后内外空 表达了什么呢 表达的是 有法上面的 这个五字性也好 或者说断除对有法上面的争议 争议是什么呢 本来没有的 然后我们就 增贴上去的一种观念 那叫做争议 比方说本来就没有所谓的 色 受 想 行 那我们都把它指责为 色是有的 想是有的 然后受是有的 等等的 那叫做争议 那么争议的相对词是什么呢 那是减损 减损 就是说本来这个人是有功德的 但是呢我们把它说为一个没有功德的 那叫做减损 所以呢 减损是被否定的意思 那么对于有法 对于这个万物上面 我们有执着 那用什么来去 有的执着 那是用什么来去除呢 那就是用 内空 外空 内外空 来去去除的意思 那么修行空性 则断除对法性上的争议 法性就是空性的意思嘛 大家叫做空性的性 对于法性上的争议 那就说 空性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那么我们把空性是当作是一个究竟的 空性呢是最殊胜的 空性呢是圣意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空性当作是有 我们甚至我们会说 我们到了这个见到位的时候呢 看见了什么呢 那就叫看见了空性 正物空性 是这样的 用这样的词来去表达 那么我们想的是 空性是有的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呢 那就叫做见到位的时候看得到 那这样子的观念 那就是又是一种争议 因为呢 空性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子的 然后说我们的智慧呢是有近 然后空性呢是对近 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看待这个空性 那是一个错误的 因为空性并不是那样子的 所以呢 对于空性的执着呢 对于空性上面的真意呢 用这个空性及空性的观念来去去除的意思 如是几天菩萨月 一般的 就它海上面这个浪一样的 非常非常的 有冲击力 很严重的 不平静的一个状态 那么真正的平静 是什么时候的平静呢 那就是 没有执着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执着 比方说没有 有的执着 没有 没有的执着 所以 事物是有的意思 非事物呢 是没有的意思 那么 有也好 没有也好 我们 去研究的时候 在 正确的 智慧的面前 不存在的 因为有 经不起这个智慧的观察 你一观察的时候 有就会消失的 无也是一样的 经不起这个智慧的观察 只要智慧的出现 有无都会消失的 那么这个 没有了有无的 这个智慧 那就叫做 寂寂 那就叫做 好像没有这个波浪的 淡海一般的 非常非常的 寂寂的一个状况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反复的时候 叫这个所谓的打坐 有的人说放空 它是有道理的 放空算也有道理的 它不值得任何的东西放空 但是这个放空呢 不能够去 这个去除 所谓的我值等等的 因为呢 去除我值是 要智慧去了知之后 才能够去除的 那么放空呢 你根本不了解 所谓的 这个情况 它只不过是一个 没有任何的概念的 一个状况 它 不能够让我们 正无空性的 可是它可以做为一个 我们所谓的极止 就直观里面的 然后有时候 它就会可以得到 我们身心当中的 一些平衡 然后可以得到一些 所谓的那个 清安的一个状况 那是有帮助的 但是真正的 这个极 极静呢 那就是透过智慧 而看见真实的 一个状况 然后得以极静 才是真正的极静 它是永恒的极静的意思 直指中观见地的略意 为熔端狮子后 在吉祥纳烂陀柱 愿吉祥 所以OK 今天的课就是这个 第一节 它是不难 但是需要去休息 因为我们佛陀的教法 佛陀的每一句话 那都是 不是为了我们去了解的 而是为了修行的 那么修行呢 就是把这个佛法 放在我们的心中 时时刻刻不离我们的心 那叫做修行 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学问 来去看呢 就像我 就看你这些的文字 然后呢 告诉你们这个文字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看完了 事后呢 我就把这个讲语放在这边 离我的身心而去 那就不叫修行了 所以佛陀为什么要转那么多个法轮 那因为有情众生的身心当中 就有那么多个烦恼 那每一个烦恼的对峙力就不一样 所以呢 佛陀就讲了那么多个法门给我们 那我们就把每一句 每一个法门都放在我们的身心当中 来去实践 那么对于对峙我们的烦恼有利益的 好 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问 那心是什么 心是英文的 啊 心啊 嗯 有时候我们的上师叫我们去寻找心 那有的人说我看见了 那有的人说是什么呀 什么呀 上师都说你没有找到你的心 那有的人说我找不到 啊 上师就说哦 你找到了心 所以我们去寻找不到的 但是我们感觉到它的存在 什么样的感觉它的存在呢 它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 那比方说看到的 听到的 我们没有这个心呢 我们就看眼睛就看不到 啊 然后没有这个心耳朵就听不到 啊 然后呢 没有这个心呢 我们就没有 啊 没有任何的觉知 就是说 哦 我看到 我听到 哦 这是好的 这个是坏的 这是甜的 这个辣的 等等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感觉呢 就被称之为所谓的心 那有的人说是明空嘛 在明空里面的明 那叫做心 所以啊 心的这个定义呢 就是明 这样可以吗 好 下课吧 护持专户 赵峰国际商业银行 南台北分行 账号 030-0901-5770 护名 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 加入藏研会 各员会员每个月100元 中心团体会员每个月1000元 Emailttbtofficeatgmail.com 愿世界看见佛法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